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剪辑 进到剪辑了 那因为昨天我有先 我有再稍微试了一下 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提早下课 就昨天我在做 在跑流程再测试一下说发现一件事 本来那个剪映的电脑板 他提供的那个字幕的 AI字幕是没有汇出功能的 所以我们以往要去找一个叫做 剪映字幕的SRT工具 那这个SRT工具 他可以帮我们做 标准带时间的字幕轴的输出 他会把它输出一个文字档 那昨天在用的时候发现 他输出的格式是很奇怪的档案 因为剪映有做了更新 剪映这边做了更新 所以我昨天也有在安装之后 他问我要不要更新 我就把它更新了 那更新之后就发现 这个字幕输出来的格式很奇怪 不能修正 那我就上网再去找了一下 那我发现 发现他这个版本 他这个工具的版本是要对应你的 那个剪映的版本的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剪映刚出更新 他还没有来得及出更新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对应到新的版本 所以他造成他在转换上面有问题 然后后来 我又再检查了一遍 就发现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那个剪映 剪映的电脑版 他在输出影片的时候 他多了一个选项 他可以同时输出文字档 那所以等于说这个工具就不用了 就打擦了 就从此不需要他了 那所以你在用剪映的时候 在输出影片的时候 就可以同时输出那个文字档 文字档 那但是还是有一个缺点 那这个缺点就是他输出的文字档 是不能转繁体中文的 所以他输出来的那个字幕档是简体的 那索性 稍微google一下就找到答案了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 word word里面就有工具可以直接把它转换成繁体 这样就搞定了 所以比以前你要使用这个档案不好 这个工具不好用 所以比以前就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 所以等一下会 这个部分就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好 那这个字幕其实也不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字幕是当我们放影片 放到那个YouTube的时候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那个画面 各位知道什么叫万国字幕吗? 我们给各位看一段 自己的影片 各位在看YouTube的时候 一定会发现 那个 这边会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字幕 字幕 那这个字幕 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会出现字幕 那这个字幕呢 如果你 比较细心一点 还可以发现齿轮这边 它可以做自动翻译 字幕的自动翻译 所以你选了自动翻译之后 这边可以选 自动翻译 它可以选Google有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语言 比如说 我随便选一个泰文好了 当你选了泰文之后 你等一下看 影片出来的变成泰文 有没有 突然邱文胜开始会讲泰文 所以当你有 如果你有处理 那个在YouTube里面 有贿赂这个字幕档的时候 那Google它就有本事 帮你把你的繁体字幕 把它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 那换句话说 你录的这个影片 就可以全世界大家都可以看 然后还可以看到他们 自己的字幕 尤其是你的班上 如果有那个外国学生 有那个看不懂中文的 要看英文的 这就很方便 或者你要去做国际交流 或者你的影片 如果很好看 别人 国外的人会来问你 一些事情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直接 处理这个功能给他 那你要处理这个字幕功能 能够有自动翻译的先决条件 就是你要 就是你要有那个SRT的字幕档 就是要有SRT的字幕档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要用SRT字幕档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点击就看得到了 那另外一个叫做内签字幕 就是它那个文字是 镶嵌在影片里面的 那那个东西就不能 就是它一定都会在影片里面 然后不能转换那个语言格式 不能转换 它是不能改的 它已经跟你的影片融为一体 那个叫内签字幕 所以字幕会有这两种 如果你是用 YouTube你是用那个SRT 标准字幕档汇进去的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的做 万国语言的切换 那如果你不是 你是用内签的 那就是就是不能改 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在做剪辑的时候会 处理到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 请各位把你安装好的 剪印 剪印专业版请你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